嘉義的萊吉村 這一次在風災裡面受創也相當的嚴重 到現在都還有這個沒有電的狀況 居民的房子倒了 全部都是土石 不曉得從哪裡開始清理 而原住民的小朋友相當的天真 他說他覺得很幸福 因為他還活著 這裡不是廢墟 這是這位原住民小朋友的家 他帶我們參觀他的房間 這個隔壁 這個門後面是我們的玩具室 玩具室 可以進去嗎 要從後面 這個是玩具 玩具都在這 船頭 接近戶的玩具都放在這了 還在嗎 都被買了 有一次停電的時候 還在這裡玩走嗎 這樣子 可是現在都已經破掉了 這樣子 會不會很難過 有點 這樣子 然後第一次的時候是有點 有那個快哭 我哭了 玩具都毀了 小朋友流露出不捨的眼神 但他似乎比大人還要堅強 我覺得我很幸福可以還到現在 這樣子嗎 那個 我今天這次經過的這次颱風是第二次 這樣子嗎 嗯 所以平安就好了嗎 嗯 那房子倒了 你沒有什麼感覺嗎 嗯 再蓋一個就好了 再蓋一個就好了 天真的言語卻讓大人們充滿無力感 因為就連山上唯一的來籍國小也衝掉了 會想要轉學嗎 好啦 去家一組啦 不要啦 現在山上的學校這個樣子 說實在他們以後該怎麼辦呢 教育家計有太多的問題沒有解決 而8月8號開始停電 到現在連電都沒有來 官員又在哪裡 現在80%都是原住民受傷害 樂天的個性讓他們的臉上始終帶著笑容 但是他們的問題 官員們看到了嗎 今天新聞綜合報導